九欲见地 第四千九百零一章 夺命岛的传承五道 作者 邵宇 楚丰眠看向那夺命岛的十位长老开口道 楚丰眠虽然是可以轻易降服他们 但是却不可能真的放心他们 尤其是要让他们为楚丰眠效力做事 必须是要忠诚 所以必须是以静止来控制 但凭遵义 夺命岛的十位长老都是同时开口道 他们既然是选择臣服 也不敢再有二星 尤其是还在楚丰眠这样一位武祖的面前 楚丰眠看到这一幕 也是心神一动 一股血脉之力爆发 便是汇聚成了十道静止 直接打入到了 这夺命岛十位长老的身躯之中 打入到了他们身上的十二万九千六百枚武道晶体之中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武道晶体 便是一位晶体武道纪元武者的力量之源 他们真正的本体 一旦是武道晶体被毁灭 他们也几乎只有陨落这一条路 所以 楚丰眠现在将禁止打入到了 这夺命岛十位长老身上的武道晶体之中 也是彻底控制了他们的性命 这一点 这夺命岛十位长老都是心知肚明 可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他们也不敢反抗 任由楚丰眠做完这一切 都起来吧 看到这夺命岛十位长老的态度 楚丰眠也是点了点头 开口道 走吧 进去说话 既然是夺命岛都是如此恭敬态度 楚丰眠也不再咄咄逼人 他率先进入到了大殿之中 坐在了最高的王座之上 这一道王座本是属于夺命岛主 现在却是属于楚丰眠了 夺命岛的十大长老 也是纷纷进入大殿之中入座 我需要夺命岛之中的晶体法门 传承秘书 以及宝库之中的这些宝物 都给我拿过来 楚丰眠大手一挥 便是飞出去了一道御符 落在了那夺命岛大长老的面前 夺命岛主陨落 现在夺命岛的主世之人 就是这夺命岛大长老了 至于楚丰眠 可没有心思打理这夺命岛的事 他只需要可以利用夺命岛的力量就是 但是至于夺命岛的许多事情 还是交给夺命岛大长老负责 是 夺命岛大长老接过御符 看了一眼其中的内容 便是很快吩咐了下去 同时 这夺命岛大长老 也是拿出来了一道白玉一般的寿骨 恭敬地递给楚丰眠 这就是夺命岛之中传承的至高密点 所有的晶体法门 密数 都是被记载在了其中 楚丰眠接过寿骨 一股临时扫过 却是清晰地看到其中记载的内容 这寿骨之中所记载的 一共三段内容 其中第一段 便是晶体法门 这夺命岛传承的晶体法门 是一种名为夺命神法的法门 这夺命神法的名字虽然霸气 但是一处封眠 现在对于晶体舞蹈的领悟 它也是看得出来 这夺命神法之中蕴含的舞蹈 并不算太过玄妙 在帝君境界的晶体法门之中 只能够算是一般 而且 其中帝君境界层次 更是晦涩难懂 难以参悟 所以 也怪不得这夺命岛之中 也就只有夺命岛主 能够踏入帝君境界 而剩下的这十大长老 都不过是君王 这夺命神法 的确不算是高深的晶体法门 而且也并不完善 不过这样并不奇怪 夺命岛 毕竟只诞生出过一位五祖 因此 这创造出的晶体法门 自然是无比粗糙 远远比不上三皇殿 乃至九五岛 霸天五门之中 传承的晶体法门 许多五祖宗门之中的晶体法门 却都是需要一代代 强者的不断完善 才可以达到更高的层次了 更加容易修行的 而这夺命神法 却是显得粗糙了不少 也就相当于楚风眠自己创造出的晶体法门 并且 这夺命神法修行完成 在力量上 也没有太多的可取之处 可以说 比起楚风眠彻底完善的八荒神法而言 都是要逊色一些 当然这夺命神法的最大特性 其实就是为了配合这兽谷之中 所记载的另外两道秘术所用 自身并没有太多的特殊之处 这另外两道秘术 其实才是夺命岛之中 真正传承的刺杀之道 也是夺命岛的根本 相传这夺命岛的创造者 夺命杀神 就是偶然之际得到了这两道秘术 才成就无阻境界的 成为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的一代杀神的 这两道秘术 分别是天眼秘术 湮灭秘法 天眼秘术 便是夺命岛修行的气息隐藏之法 按照这兽谷之内的记载 这天眼秘术 甚至都不是来自于晶体五道纪元之中诞生出的秘术 而是来自于极其古老的一个纪元之中 曾经被夺命杀神偶然得到的 这天眼秘术的手段 足以将气息完全掩盖 更是可以将自身跟天地融为一体 所谓天眼 无声无息 就算是面对实力还要强上一个境界的武者 都难以看破这天眼秘术的手段 那夺命岛主 正是凭借这天眼秘术的手段 才会身为一位帝君 赶来前来刺杀楚风眠 甚至都算是刺杀成功了 楚风眠面对夺命岛主的刺杀之时 都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若非是有着千兵珠的守护 楚风眠必然是会受伤 这天眼秘术的手段 真是玄妙 这天眼秘术 只怕是出自一位主宰之手 楚风眠看到这天眼秘术的诸多玄妙 也是嘖嘖称奇 以他的阅历 自然可以看得出 这天眼秘术 只怕是 属于一位主宰创造出的秘术 更是可能是一位主宰的 主宰舞蹈的一部分 不知道为何流传了出来 而至于那湮灭秘术 就是一道纯粹的杀招了 也是那夺命岛主 刺杀楚风眠所动用的一招 一刀之威 湮灭一切 所谓刺杀 讲究的就是 一击必杀 这一击的力量 必须是要足够强大 而这湮灭秘术 便是如此一招 这一招每一次催动 甚至是需要燃烧 使用者的生命力 先毁灭自身再化为这毁灭一刀 每一次催动 都需要消耗自身的生命力 这简直是属于薄命的秘术了 这样的秘术 就算是对于一位帝君而言 也都只有真正生死时刻 才会动用的 九玉建帝 第四千九百零二章 湮灭秘术 作者 邵宇 夺命岛中的诸位长老 乃至那夺命岛主 都是有着面对境界更高的武者 还可以一击必杀 所凭借的 正是这种秘术 那夺命岛主的一刀 若非是因为楚风眠有着千兵珠 只怕楚风眠 也会落得一个身受重伤的下场 而楚风眠的肉身 他的乌神真身 可是要比起其他五祖的肉身还要强大 如果是换作一位其他五祖 这夺命岛主的突然偷袭 的确是有着一击必杀的可能 只可惜 这夺命岛主遇到的 却是楚风眠 最终才令他的刺杀功亏一篑 这湮灭秘术的特性 似乎是自身消耗的生命力越多 爆发出的力量 也将越强 楚风眠参悟了一番 这湮灭秘术的玄妙 也是泽泽称奇 这湮灭秘术 的确也是蕴含着几分玄妙 不过如此疯狂的一道秘术 也不知道 是什么人创造出的 生命力 便是寿源 对于任何一位舞者而言 这都是最为重要的存在 在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 因为寿源耗尽陨落的舞者 不知道有着多少 而这夺命岛的舞者 一旦是 催动这湮灭秘术 就会消耗自己的寿源 也怪不得这夺命岛之上的许多舞者 看起来年纪不大 但是寿源不多 这种秘术的力量 也无法随便动用 看起来倒是鸡肋 毕竟 比起其他提升实力的秘术 这湮灭秘术提升的力量 其实只有一击 一击之后 力量也就会耗尽 小说听 在舞者的战斗之中 一击必杀的几率可不高 而且 一旦是催动这秘法 自身的力量 也会消耗大半 若是无法一击重创 甚至是直接轰杀对手 极有可能自身都极其危险 所以这秘法倒是显得有些鸡肋 可是 这仅仅是对于其他舞者而言的 而对于夺命岛的舞者而言 他们一方面修行着天眼秘术 可以隐藏身形 突然刺杀 而所谓的刺杀 必然是需要一击必杀 正是完美契合这湮灭秘法的力量 两者相辅相成 才铸造了这夺命岛的凶名 这湮灭秘法 倒是也有着几分可取之处 消耗寿源换取力量 楚风眠参悟 这湮灭秘法的玄妙 这湮灭秘法倒是不难修行 以楚风眠对于舞蹈的领悟 很快就将这湮灭秘法的诸多玄妙 完全参悟 在这参悟的过程中 楚风眠也注意到了 这湮灭秘法 似乎也不像是诞生自晶体五道纪元的手段 更像是一种献祭的手段 这种消耗寿源 换取力量的方法 的确像是一种自我献祭 尤其是不同于许多秘术 是在透支力量 这湮灭秘法消耗的寿源越多 换取的力量也就越发庞大 似乎就是一种献祭的手段 按照这湮灭秘法的记载 动用这湮灭秘法的武者实力越强 突然爆发出的一击力量也就更加惊人 像是夺命岛的十大长老 都是神话五重境界君王境界的武者 一旦是动用这湮灭秘法爆发出的力量 足以媲美帝君巅峰强者的全力一击 所以他们凭借天眼秘术来隐藏气息 突然出手刺杀 才会就连帝君都抵挡不住 会被轰杀当场 那夺命岛主 一位真正的帝君强者 施展这湮灭秘法之后 更是对于一位武祖 都可以造成威胁 而现在 若是以楚丰眠的实力 来施展这湮灭秘法的话 楚丰眠心神一动 也是直接消失在了大殿之中 它的身形刹那之间便是跨越千里 来到了这东海之上的一片 无边无际的海域之上 这里没有任何武者的存在 倒是正好检验一番 这湮灭秘法的力量 楚丰眠一边运转始祖天龙血脉之力 周围的空间轰然封锁 然后楚丰眠才运转起 这湮灭秘法的力量 刹那之间 一股股的生命力 都是从楚丰眠的身上 被抽取了出来 被一道巨大的漩涡所吞噬 同时从这一道漩涡之中 一股股无比强横的力量 传递了出来 涌入到了楚丰眠的身躯之中 这力量 楚丰眠感受到了 这传递过来的力量 脸色也是微微变化 它凌空一拳 轰然轰击而下 轰咚咚 下方的海洋 被楚丰眠一拳直接轰开 漫天海水炸裂开来 若非是楚丰眠封锁了周围的空间 这一拳之威 都足以在这东海之上 爆发一波巨大的海啸 好强的力量 这一击 至少是足足爆发出了三倍左右的力量 楚丰眠感受着 它这一拳中爆发的力量 心中也是无比惊讶 楚丰眠本以为 以它现在的实力 这湮灭秘法 能够提升的力量 应该不多了 毕竟任何提升实力的秘数 都会因为使用者的实力提升 而效果减弱 也许是对于君王 帝君有用的提升实力的秘数 但是对于无阻而言 却是可能效果大打折扣 甚至是直接毫无用处 楚丰眠这一次出手 也只是实验一番 结果这爆发的力量 却是远远超出了楚丰眠的想象 这一击 至少是爆发出了 平时楚丰眠三倍的力量 而这样的力量 还仅仅只是 这湮灭秘法之中最低的力量 当然说是最低的力量 这一次催动湮灭秘法 也是消耗了 足足楚丰眠千年的寿元了 这湮灭秘法 一旦是催动 最少也要消耗 足足千年的寿元 所以 就算是夺命岛的武者 也是 只有在真正刺杀时候 才会动用这湮灭秘法 而且很少出手 就是为了减少寿元的消耗 当然千年寿元换取的力量 却也是值得的 竟然是足足三倍的力量 这若是楚丰眠在与人对敌之时 突然爆发这一击 就算是无法一击将对方轰杀 也可以将其重创 打个出其不意 尤其是 这还是湮灭秘法之中 力量最低的一档 这湮灭秘法 可是消耗的寿元越多 爆发的力量越强 尤其是一旦是一次 消耗上万年的寿元 来爆发这湮灭秘法的力量 只怕是爆发出的力量 要比起现在还要再强大数倍 当然 若是这样消耗挥霍 别说是一位君王 帝君 就算是一位无祖强者 也很快就会寿元耗尽 九玉建帝 第四千九百零三章 天眼秘术 作者 少宇 舞者的寿元是有限的 像是这湮灭秘法 每一次催动 至少都是需要消耗千年寿元 就算是一位无祖 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 所以对于夺命岛的长老 乃至夺命岛主而言 他们也都是在最为关键的时刻 才会动用这湮灭秘法的力量 以求刺杀的时候 可以一击必杀 这湮灭秘法的力量 的确是极其恐怖 但是每一次催动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也是极高的 尤其是对于许多舞者而言 一旦是寿元消耗的太多 甚至是可能影响 未来冲击更高的境界 像是这晶体舞蹈 纪元之中的许多舞者 其实都是寿元将近 却都难以踏入更高的境界 都会想方设法地延长寿元 又怎么可能随意挥霍 动用这湮灭秘法 将会有着极大的副作用 所以 夺命岛主这样的人物 平日里都是极少出手 就是为了减少动用这湮灭秘法的次数 一旦是接连动用这湮灭秘法 寿元的损伤之大 无法估量 而一旦是寿元损失的过多 就算是得到一些严寿质保 也难以再度延长寿元了 不过这湮灭秘法 对于楚蜂眠而言 倒不像是其他舞者那般的 有所估计 因为不同于其他人 楚蜂眠的寿元 却是远远比起其他舞者要悠长得多 楚蜂眠得到了剑木神术 将剑木神术 更是他的身躯融为一体 可以说 这剑木神术 也是楚蜂眠的本体 楚蜂眠的另一道身躯 跟楚蜂眠自己的肉身 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 楚蜂眠不只是可以调动 拥有这剑木神术的力量 它更是拥有这剑木神术 那夸张到极限的生命力 生命果实 都是由剑木神术凝聚而出的 更何况是剑木神术本体所拥有的生命力 楚蜂眠现在的身躯 跟这剑木神术融为一体 楚蜂眠都无法估计出 它现在的寿元 究竟是有着多少 但是从楚蜂眠身上的生命力来看 就算是十位舞祖 甚至是一百位舞祖的寿元加起来 都不可能比得上 虽然跟主宰真正的不死不灭相比 还有着一定的差距 但是楚蜂眠可以称得上 是在这世间之中主宰之下寿元最长的舞者 因此 这湮灭秘法 楚蜂眠却是可以施展 消耗的寿元 对于楚蜂眠而言 却是算不得什么 只要是楚蜂眠 不是时时刻刻挥霍 都不可能太过影响楚蜂眠的寿元 而且 这湮灭秘法的力量强大 更是可以作为楚蜂眠的 一道新的底牌来用 一旦是遭遇强敌的时候 楚蜂眠突然运转 爆发着湮灭秘法的力量 一举是将力量催动到了极限 爆发出的力量 足以出其不意地重创对方 可以说 这一道湮灭秘法 也就只有落在楚蜂眠的手上 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来 因为只有楚蜂眠 几乎不需要发愁寿元的问题 可以用来消耗 来催动这湮灭秘法所用 倒是有着意外收获 楚蜂眠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他这一次来到夺命岛 其实最开始只是冲着那夺命岛 隐藏气息的手段 那刺杀之道的核心 也就是那天眼秘书而来的 现在看来 不只是这天眼秘书 这湮灭秘法 现在被楚蜂眠得到 对于楚蜂眠也有着大用 算是让楚蜂眠 得到了一道新的底牌 将这湮灭秘法的 诸多玄妙参悟之后 楚蜂眠也是 再度参悟起那天眼秘书来 天眼秘书 才是夺命岛真正的根本 也是楚蜂眠这一次来到夺命岛 真正想要得到的秘书 这天眼秘书 源自于竹仔武道之中 其中蕴含的玄妙 却是要远远超越那湮灭秘法 极其晦涩难懂 这天眼秘书 分为三重境界 其中第一重境界 便是就极其难以参悟 在夺命岛之中 除了十大长老之外 也就只有寥寥数位杰出弟子 才将这天眼秘书的第一重参悟了 一旦是参悟到了这第一重 便是足以在帝君强者的面前 隐藏无形 甚至是 就连帝君巅峰的强者 都难以察觉到他们的气息 而达到了第二重境界 却是足以在无阻强者的面前 彻底掩盖气息 那夺命岛主 曾经便是 将这天眼秘书 修行到了第二重的巅峰 正因如此 他才凭借这天眼秘书的玄妙 竟然是无声无息之间的靠近楚风眠 才可以突然出手 刺杀楚风眠 而这还不是天眼秘书的极限 天眼秘书 还有这最后的第三重存在 只是按照这兽谷之中 关于这天眼秘书的记载 这第三重境界 也是玄之又玄的存在 似乎是曾经除了创造出了 这天眼秘书的那位主宰 便是无人 还可以踏入这一重境界了 但是这天眼秘书第三重境界 一旦是修行到 便是号称足以令主宰都无法察觉 在一位主宰强者的面前 都足以是隐藏身形 令对方无法察觉 这样的秘书 简直是闻所未闻 不过 想到这天眼秘书的创造者 便是一位真正的主宰强者 能够做到这一点 也并非不可能 这天眼秘书 似乎不只是蕴含空间法则 更是有着蒙蔽天机的能力 就算是天道的力量 都可以蒙蔽 楚风眠参悟这天眼秘书的玄妙 难难自语道 所谓蒙蔽天机 也就是 一旦是修行这天眼秘书成功 就算是舞者的本能 都可以蒙蔽 就像是楚风眠这个层次的舞者 一旦是遭遇危险的时候 心中都会自然有所警觉 这是本能 其实也就实力极强的强者 可以窥探天机 才可以有着这种 料敌于仙的能力 所以 像是一些无阻层次的强者 其实并不惧怕刺杀 因为他们的本能 就足以是将威胁提前一步察觉 可是那夺命岛主 刺杀楚风眠的时候 确实就连楚风眠的本能 都没有察觉 这才是令楚风眠有些大意之下 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这一切都是源自于 这天眼秘书的手段 这天眼秘书的真正玄妙 其实似乎不是为了蒙蔽舞者的灵石 而是为了蒙蔽天机 甚至是蒙蔽天道 九玉建帝 第四千九百零四章 秘书城 作者 少宇 楚风眠参悟这天眼秘书 也是隐隐约约察觉到了那位主宰 创造这天眼秘书的时候 可不是为了隐藏气息这么简单 而是打算蒙蔽天机 蒙蔽天道的力量 这隐藏气息 也不过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力量罢了 但是对于楚风眠而言 他还不需要考虑这么深的事情 蒙蔽天道 这可是主宰强者才需要考虑的事情 楚风眠现在要做的 只是参悟到 这天眼秘书的第二重境界 达到曾经那夺命岛主的层次 楚风眠就足以满足了 楚风眠曾经也修行过 掩盖气息身法的秘书 就是那神道长袍加持之下的神道秘书 不过这神道秘书 相比于这天眼秘书来 还是逊色一筹的 只是有着修行神道秘书的经验 楚风眠修行这天眼秘书的时候 确实也显得没有多么的困难 刹那之间 楚风眠就将天眼秘书的第一重修行完了 这天眼秘书的第一重 只是天眼秘书的入门 但是却也足以在帝君强者的灵石之下 完美隐藏了 当然这天眼秘书的第一重境界 是瞒不过楚风眠这样的 无阻强者灵石的 就像是夺命岛的十大长老 他们利用这天眼秘书 隐藏身形的手段 却是在楚风眠的面前毫无用处 所以楚风眠至少是 需要将这天眼秘书修行到第二重 才足以达到他的目的 第二重的天眼秘书 修行起来却是要比起第一重要困难的多 天眼秘书的第一重 只是入门 并没有蕴含多少的玄妙 而这第二重 却是足足耗费了楚风眠十天的时间 在这十天的时间里 楚风眠一直是站在这无边无际的海面之上 去参悟这天眼秘书的诸多玄妙 饶氏以楚风眠的实力资质 再加上楚风眠曾经修行过神道秘书的经验 他都是足足耗费了十天的时间 才终于是将这天眼秘书参悟到了第二重了 而且距离第二重巅峰 那夺命岛主曾经达到的层次而言 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但是既然是踏入到了这天眼秘书的第二重 接下来想要达到大成 也是需要一次次经验的积累了 单单参悟 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至于这天眼秘书的第三重 更是需要楚风眠将天眼秘书达到第二重巅峰之后 再去冲击了 不过以楚风眠参悟这天眼秘书第二重 感受到这其中玄妙的晦涩难懂来看 这天眼秘书的第三重 只怕是修行起来的难度 将是这第二重的百倍 千倍 毕竟这天眼秘书的第三重 但是记载着天眼秘书真正的玄妙 一位主宰强者武道的真正玄妙 可不是那么容易参悟的 就算是楚风眠想要参悟这天眼秘书的第三重 他也必须是要多多积攒经验才行 这天眼秘书的手段 的确厉害 而且 这天眼秘书的一些玄妙跟神道秘书相通 两者之间的力量似乎并不冲突 而是可以同时施展 令这隐藏气息的效果更强几分 楚风眠运转天眼秘书的力量 同时又运转神道秘书的力量 两股力量合二为一 却是要比起纯粹的天眼秘书 还要更强几分 虽然楚风眠现在只是刚刚参悟这天眼秘书的第二重 但是楚风眠现在隐藏气息的手段 已经不在曾经的夺命导主之下了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是楚风眠凭借这两大秘书的力量 隐藏自身的气息 就算是一位无阻 也根本看不穿楚风眠了 这种隐藏气息的手段 在接下来进入无间禁区的争夺战之中 将会有着大用 无间禁区之中 情况复杂无比 不只是无间禁区 自身蕴含着无数危险 许多武者在进入其中 也会互相地厮杀 掠夺对方得到的宝物 经常会陷入到乱战之中 而楚风眠这种隐藏气息的手段 进入到了无间禁区之中 将会有着大用 天才地宝有得居之 楚风眠也不介意凭借他的力量 多从这无间禁区之中 获取一些好处 宝藏 这一次进入无间禁区的武者 可不是晶体武道纪元的武者 祖马纪元 黑玉纪元 甚至是可能其他楚风眠不了解的 纪元的强者 都会进入其中 所以 必然会爆发大战 而一旦是局势混乱 楚风眠的这两大秘书 也可以发挥出 他们真正的威力来 楚风眠已经是准备好了 在这无间禁区之中 大展拳脚一番 多多得到一些宝藏 来提升实力了 这一次来到夺命岛 得到了这天眼秘书 湮灭秘法 更是让楚风眠如虎添翼 实力大增 楚风眠缓缓起身 他将身上的气息完全平复 竟然这就过去了十天了 楚风眠这才注意到了 为了修行这天眼秘书 竟然是已经过去十天了 十天时间就可以将这天眼秘书 修行到第二重 这种速度简直是惊世骇俗 毕竟这夺命岛的十大长老 可是修行了无数个时代 都依然无法达到 这天眼秘书第二重的层次 夺命岛主也是 耗费了足足三个时代的时间 才成功修行到 天眼秘书第二重境界的 楚风眠现在十天的时间 做到这一切 已经是神速了 只是对于楚风眠而言 现在时间无比珍贵 还有两个多月 就是无间禁区开启的日子 楚风眠必然是要动身 前往十方天界纪元之中 甚至是先行一步 利用楚风眠在十方天界纪元之中的身份 占得先机 所以 留给楚风眠的时间不多了 楚风眠目光一凝 思考了下一步的打算之后 他也是一步踏出 刹那之间 楚风眠的身形 跨越千万海里 便是回到了夺命岛之中 楚风眠直接穿越了 层层静置阵法 进入到了夺命岛之中 而夺命岛之中的舞者 看到这一幕 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他们可是见识到了 楚风眠举首台族之间 就将十大长老 全部镇压的力量 现在这夺命岛之中区区的静置阵法 自然是不可能拦得住楚风眠 更何况 夺命岛已经是宣布臣服于楚风眠 九玉建帝 第4905章 大量清地狱 作者 邵宇 将十大长老叫过来 楚风眠目光 看向一名夺命岛舞者开口道 随即楚风眠便是步入到了大殿之中 坐在大殿之中的王座之上等候着 不一会 十大长老便是陆续来到了大殿之中 其中 夺命岛大长老的目光 看向楚风眠 打量了一下 突然脸色微微变化 旋即开口道 恭喜荒神大人 秘书大成 这夺命岛大长老 是现在夺命岛之中 实力最强的一人了 距离帝君境界 只差一步之遥 而且他的天眼秘书 也是已经修行到了第一重巅峰了 只是碍于实力不够 无法冲击第二重的境界 所以 一旦是这夺命岛大长老 可以踏入帝君境界 他的天眼秘书 也会同时更进一步 正因如此 这夺命岛大长老 才一眼看出来 楚风眠身上气息的不同 这显然是 修行了天眼秘书的气息 楚风眠的突然离开 这夺命岛的十大长老 心中都有猜测 只怕是楚风眠 去修行这天眼秘书了 却是没有想到 竟然速度如此之快 这才不过十天的时间 楚风眠就再度回到了 夺命岛之中来了 而且看起来 楚风眠竟然是已经修行 成功了天眼秘书 这天眼秘书的修行 多么的困难 其中的玄妙 多么灰色难懂 这同样修行了 天眼秘书的十大长老 心中可是一清二楚 因此 在听到了夺命岛 大长老的话后 他们看向楚风眠的目光之中 都是无比的震惊 不可思议 心中更是明白了 楚风眠的恐怖之处 这天眼秘书 现在就这样的 被楚风眠修行成功了 那么 楚风眠的实力 在天眼秘书的加持之下 必然是更进一步 恭喜大人 其他的九位夺命岛长老 也是纷纷行礼祝贺到 楚风眠现在展现出的实力 已经是让他们 再也不敢起任何反抗 楚风眠的心思了 这是大人所要的宝物 都在这一枚空戒之中了 而夺命岛大长老 更是在行礼之后 便是拿出来了一枚空戒 直接一步上前 递给了楚风眠 楚风眠曾经是给了 这夺命岛大长老 一道玉符 其中记载了 楚风眠需要的宝物 让他去搜集 时日时间 这夺命岛大长老 也已经是搜集好了 楚风眠接过空戒 打开一看 心中都是 吓了一跳 这空戒之中的宝物数量 远远超出了 楚风眠的意料之内 尤其是楚风眠 最需要的宝物之一 清地狱 竟然是足足有着 数百枚之多 这个数量 比起楚风眠从武师宗 母马商会之中 得到的清地狱数量 还要多得多 这清地狱 虽然不算数 最为顶尖的严寿之宝 但是却也价值不菲 很少有人搜集 这么多的清地狱的 没有想到 这夺命岛之中 竟然是有着 如此之多的清地狱 这让楚风眠 在惊讶之余 更是欣喜若狂 清地狱 称得上是楚风眠 现在最需要的宝物之一了 这清地狱 可是最适合 楚风眠的晶体法门 纵然是楚风眠 现在已经是凝聚出了 三道地纹来 但是楚风眠 可依然没有 忘记这清地狱 尤其是这清地狱之中的玄妙 甚至是可以帮助楚风眠 将身上的剑木神术 跟十二万九千六百枚 墨浴晶体的力量 融为一体 这楚风眠身上的 两大力量之源 若是可以融为一体 其中的力量 必然还会更进一步 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所以 楚风眠也是一直搜集清地狱 不过清地狱这样的宝物 想要得到几枚不算难 但是想要大量搜集 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楚风眠也是通过 母马商会那边 去搜集清地狱 但是得到的清地狱数量 却不是很足够 距离楚风眠 想要完全参悟出清地绝 更是不知道 还缺少多少 可如今这空界之中的清地狱 竟然是足足有着三四百枚之多 得到了这么多的清地狱 楚风眠都是有信心 可以从这些清地狱之中 参悟出那清地真正的一丝力量气息来 而一旦是让楚风眠 得到了清地的一丝力量气息 它便是 就可以凭借十之药的力量 直接打开时间之门 从时间长河之中 召唤出清地留下的力量投影来 一举从这清地投影之中 得到完整的清地绝 这湮灭秘法 每一次动用 都必须消耗至少千年寿源 所以这夺命岛之中 只怕也是 寻找了大量的严寿质保 来弥补每一次动用 这湮灭秘法的消耗 而楚风眠稍稍思考而一下 也是大概明白了 为何这夺命岛之中 竟然是会有着大量的清地狱 这夺命岛的诸位长老 既然是修行了这湮灭秘法 自然每一次动用 也需要消耗大量的寿源 而这些寿源 也可以通过严寿质保来弥补 虽然不可能将消耗的寿源 完全弥补 但是能够弥补一些 对于他们而言 也不算差 正因如此 这清地狱 作为最为有名的严寿质保之一 被夺命岛大量搜集 倒是也并不奇怪 不过现在 这些清地狱 却正好全部都归楚风眠了 有了这些清地狱 楚风眠便是有自信 可以召唤出那清地的力量投影来了 清地虽然不是一位主宰 但是毕竟身为一位无阻强者 他的力量 已经是有资格永远地留在时间长河之中了 只要是凭借这一丝气息 便是可以召唤出清地的力量投影来 好 很好 楚风眠将这空界收起来 脸上也是露出几分喜色 这一次来到夺命岛 不只是得到了那湮灭秘法 天眼秘术 更是得到了大量的清地狱 这更是完成了楚风眠心中的一件棘手的事 看来这一次楚风眠前来夺命岛 算是来对了 楚风眠接连遇到好事 心情大好 他看向那夺命岛大长老的目光之中 也是露出了几分赞许之意 这夺命岛大长老之前 也是无比实相 直接是选择带头臣服于楚风眠 现在又是给楚风眠送来了这么多的清地狱 只要是让楚风眠得到了清地诀 他便是有自信可以凝聚出第四道地文来 九玉建帝 第四千九百零六章 帮你晋升 作者 邵宇 你过来 楚风眠看向那夺命岛大长老开口道 大人 那夺命岛大长老恭敬地站在了楚风眠的面前站好 你做得很不错 既然你带领夺命岛臣服于我 我也不会亏待了你 我现在就助你 踏入帝君境界 你替我管理好夺命岛 楚风眠说话之间 也是大手一挥 一股力量直接打入到了这夺命岛大长老的身躯之中去 面对楚风眠的力量 这夺命岛大长老也是没有任何的反抗 他也知道 以楚风眠的实力 想要真正杀了他 一如反掌 也根本不需要施展任何的阴谋 夺命岛大长老 就这样站在楚风眠的面前 承载着楚风眠的力量 源源不断的力量 直接涌入到了这夺命岛大长老的身躯之中去 楚风眠要帮助这夺命岛大长老 直接晋升帝君境界 主人突破 这样的事情 楚风眠在刚刚来到这晶体五道纪元的时候 就做过了 他帮助荒原 踏入到了君王的境界 不过这一次 却是跟那一次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因为楚风眠这是相助夺命岛大长老 踏入帝君境界 君王 帝君 这可是截然不同的境界 这夺命岛的十大长老 无一例外 都是君王强者 其中最为古老的几位长老 更是在君王境界之中 已经是停留了数个时代的时间 都迟迟无法突破 君王 帝君 一字之差 地位可是截然不同 而且不同于楚风眠帮助荒原突破境界 其实是凭借这八荒神法的力量 这夺命岛大长老修行的夺命神法 楚风眠却是并没有修行过 不过楚风眠却是不在乎 因为它凝聚的三道地文之中 第一道地文的力量 就是来自于祖神经的力量 祖神经诞生自晶体五道纪元的天道 其中蕴含的 乃是最为纯粹玄妙的晶体五道 可以说 晶体五道纪元之中的所有晶体法门 都是诞生自祖神经之中的晶体五道 在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 流传的所有晶体法门 都可以在这祖神经的晶体五道之中找到 所以这祖神经 才可以帮助任何一位 修行晶体五道的舞者 直接凝聚地文 不管修行的是什么晶体五道都可以 现在楚风眠以这祖神经的力量 凝聚出的地文 凭借其中的力量 帮助这夺命岛大长老 令他的夺命神法更进一步 根本不成问题 楚风眠刚刚来到晶体五道纪元之中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更何况 现在楚风眠对于晶体五道诸多玄妙的了解 已经是远远胜过之前了 随着楚风眠运转地文的力量 这夺命岛大长老 一直以来的境界瓶颈 就这样被楚风眠打破了 哄 刹那之间 这夺命岛大长老身上的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五道晶体 就这样的爆炸开来 不过这并不是毁灭 而是重塑 晶升 只见这夺命岛大长老身上 刚刚爆炸的十二万九千六百枚五道晶体 就在一股力量之下 再度凝聚在了一起 这重塑的五道晶体 在力量上 远远胜过之前 王品神区 就这样凝聚 这也是 令夺命岛大长老 直接晋升到了帝君境界 我竟然真的晋升 成为了帝君 看着身上 焕然一新的十二万九千六百枚五道晶体 爆发出的力量 夺命岛大长老 都是有着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夺命岛大长老 玄机催动了夺命神法的力量 运转着天眼秘数 刹那之间 这天眼秘数的诸多玄妙 都是发生了变化 就在这夺命岛大长老 踏入到了帝君的刹那之间 这夺命岛大长老修行的天眼秘数 也是已经达到了第二重的层次 这夺命岛大长老 修行天眼秘数无数时间 早已经是将天眼秘数第一重的玄妙 完全参悟了 迟迟无法晋升 也只是因为 夺命岛大长老的力量不够 而随着现在 夺命岛大长老境界的晋升 真正踏入了帝君境界 这天眼秘数 也是再无瓶颈 直接达到了第二重的层次 天眼秘数的第二重 足以是令无足都无法察觉 再加上现在夺命岛大长老 已经是踏入了帝君境界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是无比接近曾经的夺命岛主了 多谢大人再造之恩 那夺命岛大长老 感受到了身上的力量之后 清醒了过来 猛然跪倒在了楚风棉的面前 这一跪 可不同于之前被迫 而是发自内心的 这夺命岛大长老也知道 以他的资质 若是没有得到今天的机缘 只怕是永远都无法晋升帝君 可是如今 在楚风棉的帮助之下 夺命岛大长老 就这样的晋升到了帝君境界 这种恩情 不亚于再造之恩 我悬夺必然永生永世 服侍大人 绝无二心 夺命岛大长老 也是猛然开口道 好了 你现在的实力 也已经足以震慑住各方了吧 我知道 现在窥探夺命岛的势力 绝对不少 以你现在的实力 应该都足以处理了 楚风棉看向那夺命岛大长老 平静地开口道 你替我好好管理这夺命岛 从今日起 你也就是这夺命岛新的岛主了 我也准备离开了 这些生命果实 就留给你们了 楚风棉心思一动 一枚空戒留了下来 也算是楚风棉 拿走那些清地狱的补偿了 既然是决定 要让夺命岛为他效力 楚风棉自然也不会 吝啬这点生命果实 这一次 帮助夺命岛大长老 踏入帝君境界 一方面是为了好好拉拢此人 让他忠心为楚风棉效力 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这夺命岛 可以自己处理一些麻烦 虽然夺命岛现在看起来平静 但是夺命岛的仇敌可是不少 那夺命岛主的陨落 再无帝君坐镇 自然可能会有着不少的麻烦 这些麻烦楚风棉 也懒得去处理 现在这夺命岛大长老 踏入了帝君境界 坐镇夺命岛足以震慑各方了 也不用楚风棉再去费心 再加上夺命岛的势力越强 对于楚风棉而言 他也可以更好地利用着夺命岛 来为他做事 九玉建帝 第四千九百零七章 海沟洞府 作者 邵宇 在给那夺命岛大长老 留下了一道玉符 让他去帮助楚风棉 调查许多事情 尤其是关于内门跟无间禁区的事情之后 楚风棉也是直接离开了夺命岛 这一次前来夺命岛 虽然得到的好处大大超出了楚风棉的估计 但是也是耗费了更多的时间 楚风棉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在这夺命岛上了 尤其是在得到了那足足四五百枚青帝玉之后 楚风棉也已经是迫不及待的准备 是召唤出青帝的力量投影来 得到完整的青帝绝了 只要是得到了完整的青帝绝 楚风棉就有着自信 可以再度凝聚出一道地纹来 楚风棉现在修行晶体舞蹈 每一道地纹的凝聚 都让楚风棉可以清晰的感觉到 他身上的力量更进一步 这种力量的提升也是让楚风棉迫不及待的准备 来凝聚出更多的地纹来了 对于楚风棉而言 他此行来到晶体舞蹈纪元的最大目的 就是为了提升实力 所以提升实力的机会摆在面前 楚风棉可不会放过 东海之上一片深不见底的海沟之中 楚风棉盘膝坐在其中 这海沟之下却是另有乾坤 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洞府 不知道是曾经东海之中的那位强者 开辟出来的洞府 现在却是早已经是没有了主人 楚风棉在这东海之上利用临时探查 他才发现了这海沟之下的洞府 楚风棉一道顿光进入其中 楚风棉要召唤出清帝的力量投影 必然是需要催动十之药的力量 打开时间长河 而一旦是打开时间长河 一旦是有力量泄露 极有可能引来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的许多强者 时间之力 这可是不管在那一个纪元之中都想要得到的力量 可以称得上是世间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 楚风棉也不想要惊动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 隐藏的那些老古董 在夺命岛臣服之后 楚风棉也是从夺命岛大长老的口中 知晓了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的不少隐秘 夺命岛毕竟可是一个无祖宗门 再加上夺命岛的庞大情报网 夺命岛之道的消息 对于这晶体五道的了解 却是要远远胜过曾经的荒神 楚风棉也是通过了那夺命岛大长老口中 知晓了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的许多秘密 虽然是对于门 这夺命岛大长老似乎是一无所知 门的存在 还不是这夺命岛大长老 区区一位君王可以知晓的 但是其他的事情 尤其是关于无祖的许多秘文 楚风棉都是从这夺命岛大长老的口中知晓了 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 的确是跟楚风棉猜想的一样 存在着许多隐藏的无祖 这些无祖要不是寿源将近 要不便是为了冲击更高的境界 隐藏在这晶体五道纪元的隐秘之地中 一心去冲击更高的境界 更强大的力量 这晶体五道纪元 毕竟可是一个完整的纪元 真正存在的无祖 自然不可能只有三皇 而且三皇殿的历代三皇 却也不是亘古不变的 那些退位的三皇 可未必是代表着他们陨落了 只是退位之后 隐藏起来 一心冲击更高的境界去了 像是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发生的大部分事 对于这些真正的无祖强者而言 却是不算什么 所以他们不会出面 可是一旦是楚风眠手中的十字药 那可就截然不同了 时间至宝 单单是这个名号 就能够吸引许多闭关不出的无祖 纷纷出关前来争抢了 楚风眠可不想自找麻烦 所以他也是特意隐藏起来 选择在了这东海海沟之中的神秘洞府之中 楚风眠也是布置出了无数的静置阵法 完全封锁了周围的空间 不让其中任何一丝一毫的力量 可以渗透出去 同时 楚风眠也是心神一动 那三千无上剑气 也是都从楚风眠的身上飞了出来 三千无上剑气 从楚风眠的体内飞了出来 便是凌空化为了一道巨大的阵法 将整个洞府笼罩 这一切都是 耗费了楚风眠足足一日的时间 再将这洞府 彻底地布置了无数阵法静置 将其经营 成了铁桶一般之后 楚风眠这才将十之药拿了出来 十之药出现的一刻 一股股的时间之力 便是向着周围蔓延 楚风眠都是感觉到 周围的时间流速 都是发生了变化 这正是时间之力的力量 楚风眠身为这十之药的控制者 却是不会受到十之药力量的影响 在拿出了十之药的同时 楚风眠也是大手一挥 无数的血红色晶石就这样的出现在了十之药的周围 血气晶石 这其中一部分是楚风眠轰纱式晶体舞蹈舞者 他们身上血气的凝聚 更多的一部分则是楚风眠通过母马商会买到的 这种血气晶石 对于晶体舞蹈纪元的舞者用处不大 最多只是恢复一些实力所用 所以楚风眠很容易的就从母马商会之中得到了大量的血气晶石 血气晶石浮现出的一刻 楚风眠也是心神一动 顿时所有的血气晶石便是就这样燃烧了起来 熊熊烈焰化为了纯粹的血气 涌入到了十之药之中 十之药的力量也是在节节攀升 在这青铜钥匙之上 一道道的明纹也是开始凝聚出来 楚风眠这一次是打算直接召唤出那清帝的力量投影来 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楚风眠也是准备将这十之药的力量多恢复一些 而在这血气先兵恢复十之药力量的同时 楚风眠也是再度心神移动 一枚枚绿色玉石就这样浮现在了楚风眠的面前 清地狱 楚风眠之前在母马商会 武士宗之中买到的 以及楚风眠从其他舞者身上搜刮来了 再加上最后从夺命岛之中得到的清地狱 一共七百枚 就这样的被楚风眠摆在了面前 清帝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七百枚清地狱 应该是已经足够让楚风眠参悟到 清帝真正的一丝力量气息了 只见楚风眠心神移动 吞天秘术轰然运转 将这七百枚清地狱一同吞噬 九玉剑帝 第四千九百零八章 召唤清地投影 作者 邵宇 七百枚清地狱的力量 轰然在楚风眠的身躯之中运转 随着七百枚清地狱的力量 融入到楚风眠的身躯之中 楚风眠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剑木神术跟他身上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玉晶体之间的联系 也变得更加紧密了许多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楚风眠要做的 是得到完整的清地绝 很快在这七百枚清地狱的力量之中 一丝若有若无的气息 被楚风眠敏锐地察觉到了 这正是属于清地的气息 清地的力量 清地狱本就是清地身上的五道晶体所化 现在清地虽然已经是陨落了很久的时间 但是清地狱之上的力量依然存在 楚风眠便是在清地狱的力量之中 准确寻找到了清地的气息 虽然只是一缕气息 但是却足够了 刹那之间 这七百枚清地狱的力量 便是被楚风眠彻底地吞噬一空 融入到了楚风眠身上的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之中去 同时 楚风眠也是睁开双眼 它的目光看向十之药 一股意识控制过去 十之药的力量疯狂运转 一股股的时间之力 向着周围弥漫 轰然之间 一道裂痕出现在了楚风眠的面前 这裂痕逐渐扩散 便是化为了一道青铜大门 在这青铜大门之上 流转着时间之力 正是时间之门 看到这时间之门的一刻 楚风眠便是立刻将清地的气息打入其中 随着时间之门的力量运转 一瞬之间一股力量 便是被楚风眠敏锐地捕捉到了 这就是清地的力量 楚风眠感受到了这一股力量的一刻 也是随着楚风眠心神移动 十之药的力量再度运转 这一股力量 便是从这时间之门中 被硬生生地拉扯了出来 这一股力量 离开时间之门的一刻 便是化为了一尊中年男子的模样 这中年男子的容貌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一举一动之间 却蕴含无上尊贵的气质 这就是清地 应该说是 清地的力量投影 以清地 留在时间长河之中留下的力量 被楚风眠以食之药 召唤出的清地投影 你是什么人 这清地投影凝聚出来的一刻 便是猛然看向楚风眠开口道 不同于楚风眠曾经召唤过的许多力量投影 看起来只是空有力量的傀儡 这清地投影 竟然是有着意识 甚至是 可以跟楚风眠交谈 不过这也并不奇怪 越是实力强大的舞者 他们也可以在这时间 长河之中 留下更深的痕迹 像是一些实力稍弱的舞者 也许只会剩下力量 战斗的本能 所以 将其召唤出来的投影 看起来也是跟没有任何意识的傀儡一样 但是这清地 可是一位无阻强者 乃是这晶体舞蹈纪元之中 最为接近主宰的一重境界的顶级强者了 足以是跟先帝纪元之中 化到致敬巅峰的强者 相提并论 这样的存在 留在这时间长河之中的烙印 自然更深 所以 召唤出的清地投影 倒是跟真正的清地 有着几分相似 哼 不过看到这清地 带有着几分审视的目光 楚风眠却是冷哼一声 随着他心神一动 控制这时之要的力量 这清地跪倒在地 原来我已经陨落了 是主人赐予我心上 这清地刹那之间 也是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恭敬地跪倒在楚风眠的面前 任由他曾经身为一位无阻 现在却不过只是被楚风眠召唤出的一道力量投影罢了 尤其是楚风眠更是控制这时之要的情况下 这清地更是毫无还手之力 明白处境就好 楚风眠看向那清地平静地开口道 我可以赐予你心声 也可以随时毁灭你 不过只要你好好为我效力 我甚至可以帮你重塑一道身躯 真正赐予你心声 本来楚风眠召唤出这清地的力量投影 只是打算得到清地觉得 可是现在看到 清地竟然还保持着如此意识 这让楚风眠也是改变了主意 倒是决定将这清地留下来 让这清地为他效力 在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 楚风眠也算是势单力薄了 荒界之中 不过只有小猫两三只 就连一个普通的五祖宗门都不如 现在夺命岛的投靠 才算是让楚风眠 真正有些实力可以的手下 但是这还是不够 尤其是楚风眠 也即将离开晶体五道纪元 前往十方天界纪元 探索这无间禁区 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 倒是需要一个人来打理 本来楚风眠是没有这般打算的 他不准备跟晶体五道纪元牵扯太多 可是现在看来 想要在这剩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将十二道地纹完全凝聚 显然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 楚风眠也必然会回到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来 去凝聚地纹 来为晶体五道冲击主宰境界来做准备 这样的情况下 楚风眠倒是需要一个他离开之后的代理人了 夺命倒大长老虽然可以 但是区区一位刚晋升的帝君 还是有些太弱了 现在这清帝既然是拥有意识 而并非是只知道战斗的傀儡 却是正好适合楚风眠打理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的种种事宜 再加上 清帝本就是晶体五道纪元的五祖 对于这晶体五道纪元的一切都无比熟悉 正是最好的人选 主人赐予我心声 我必然竭尽全力 那清帝看向楚风眠 恭敬地开口道 无妨 先将你创造的晶体法门 清帝觉得诸多玄妙 全部告诉我吧 楚风眠看向清帝开口道 当然召唤出这清帝力量投影 楚风眠最需要的 还是那清帝创造出的晶体法门 清帝觉 是 这清帝听到楚风眠的话 也是毫不犹豫 当即是将清帝觉的诸多玄妙 全部告诉了楚风眠 跟楚风眠猜测的一样 这清帝觉的玄妙 的确是要 比起一般五祖创造出的晶体法门 要强大得多 清帝不是人类舞者 而是竖妖 因此他成就五祖的难度 却是要比起人类舞者要困难得多 九玉见帝 第四千九百零九章 第四道地文 作者 邵宇 在这晶体舞道纪元之中 大部分强者 几乎都是人类 这晶体舞道 最适合修行的 自然也是人类 而清帝可以以树妖的身份 成就五祖 所凭借的 正是他创造出的 这清帝觉 清帝创造出的清帝觉 论起玄妙 绝对不亚于诞生过数位五祖的五祖宗门传承的晶体法门了 比起那夺命岛的夺命神法而言 要高深得多 不过这对于楚风眠而言 却是一件好事 这清帝觉的玄妙越是高深 楚风眠也就越是可以在参悟这清帝觉的时候得到更多的好处 甚至是更加容易的凝聚出帝文来 这清帝觉所有五道玄妙 都是以树妖为根本 所以就算是有舞者得到了这清帝觉 也根本无法修行 怪不得这在清帝陨落之后 这清帝觉便是就彻底失传了 因为这清帝觉对于人类舞者而言 根本是毫无意义 自然也没有流传下去的价值 楚风眠参悟这清帝觉的玄妙 也是感叹着 如此一道强大的晶体法门 却是没有传承下来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这清帝觉没有意义 虽然适合树妖修行 可是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的树妖 又何其之少 都没有完整的传承 自然也无法将这清帝觉传承下去 这清帝生前的实力 只怕是要比起大部分的无阻 都要更加接近主宰的层次了 楚风眠默念一声 从这清帝觉蕴含的晶体五道上 楚风眠也是隐隐约约可以猜测出 清帝曾经的实力了 再加上这召唤出来的清帝投影 竟然拥有如此意识 看起来跟真人无异 这更是证明了清帝的实力 楚风眠逐渐参悟了这清帝觉的玄妙 它也是开始修行起来 虽然人类舞者无法修行这清帝觉 可是楚风眠不同 楚风眠身上有着剑木神术 这剑木神术的力量 更是早已经跟楚风眠融为一体 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楚风眠身躯的一部分 楚风眠的化身 而所谓的树妖 不过也就是一些天地神术形成灵制 诞生出来的生灵 但是论起神术 又有什么神术 可以跟剑木神术媲美 以剑木神术的力量 修行这清帝觉 却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这修行的速度之快 远远超越楚风眠的想象 刹那之间 这清帝觉的诸多玄妙 都已经是完全参悟了 同时 楚风眠也是注意到了 这剑木神术的根系 现在却也是隐隐约约 跟楚风眠身上的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玉晶体 融为了一体 不同于之前楚风眠的力量控制 这一次 这剑木神术的力量 倒是跟楚风眠身上的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玉晶体 真正的凝聚在了一起 二者的力量不分彼此 清帝觉已经大成 看着清帝觉的诸多玄妙 已经是完全参悟 楚风眠也是毫不停留 当即是运转 这清帝觉的力量 其中的诸多玄妙 便是轰然打入到了 它身上的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玉晶体之上 哼 转瞬之间 这第四道地纹 便是凝聚成功 这也清帝觉 凝聚第四道地纹 却是没有任何的难度 以清帝觉蕴含的玄妙 自然是远远得到了 凝聚地纹的极限 这第四道地纹的凝聚 甚至是比起前三道 还要更加顺利 这么容易 楚风眠都是不由的感叹一声 虽然楚风眠早就想到了 这清帝觉的玄妙 跟楚风眠身上的 剑木神术极为契合 修行起来 应该很容易 但是这速度之快 还是远远超过了 楚风眠的想象 几乎是刹那之间 这清帝觉便是 就被楚风眠修行到了大城 同时凝聚出了的 第四道地纹 在楚风眠成就无阻之后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楚风眠就已经是凝聚出了 四道地纹来了 这种速度 简直是有些惊世骇俗 在晶体五道纪元的历史之上 都从未有过如此成就 虽然这四道地纹的力量 其实只有第二道 是源自于楚风眠 创造出的八荒神法的力量 算是完全以楚风眠 自己的力量凝聚的 另外三道地纹 或多或少都是借助了外力 不过不管是来自于哪里的力量 现在却都是属于楚风眠 为楚风眠所用 只是这个速度 还不足以让楚风眠满意 进入无间禁区的探索 争夺宝物 必然也是有着无数的危险 不只是晶体五道纪元 甚至是祖马纪元 黑玉纪元 以及楚风眠都不知道的 未知纪元的强者 都会前往无间禁区之中 必然会爆发着激烈的战斗 而这样的情况下 楚风眠自然是要多多提升实力才行 实力越强 在无间禁区的争夺之中 楚风眠才越是有希望抢夺到真正的宝物 所以这四道地纹的力量 还远远不足以让楚风眠满意 它需要凝聚更多的地纹 凝聚地纹 需要晶体法门 需要超越地军境界的晶体法门 而超越地军境界的晶体法门 只有三皇殿拥有 突然之间 楚风眠想到了霸天五门 那霸天少主 曾经偷袭楚风眠 最终却是被楚风眠饶了一命 这霸天五门之中 似乎正好是有着超越地军境界的晶体法门 而且 楚风眠当初提出的条件 也是 让这霸天少主 拿着超越地军境界的晶体法门来换 既然如此 倒是可以先去一趟霸天五门 也该先来收债了 若是顺利的话 得到了这霸天五门之中 超越地军境界的晶体法门 楚风眠也就可以凝聚出第五道地文了 不过在此之前 楚风眠的目光看向清帝 既然是决定留下清帝为楚风眠效力 那么 楚风眠也就需要为清帝塑造肉身了 现在的清帝 只是一道力量投影 本质上只是一股楚风眠从时间长河之中摄取出来的力量 在这世间的每时每刻 都会消耗自身的力量 尤其是一旦战斗 这清帝的力量就会飞速消耗 而等到这力量耗尽的一刻 这清帝投影也就会再度消失 这可满足不了楚风眠的要求 所以 楚风眠是准备先为这清帝塑造出一道肉身来 算是真正让这清帝死而复生 九玉见帝 第4910章 清帝复活 作者 邵宇 当然就算是楚风眠为这清帝投影塑造肉身 也不是真正的让这清帝死而复生 清帝陨落了 不成主宰 他一旦陨落 也再无复活可能 眼前的清帝 就算是在相 也不过只是清帝曾经留在时间长河之中的烙印罢了 跟真正的清帝 还是不同的 不过楚风眠却是不在乎 他只需要一个完全中心的手下 来帮助他控制这晶体五道纪元之中的一切 这清帝再是和不过了 你过来 我这就为你塑造身躯 楚风眠看向清帝投影开口道 是 清帝投影一步踏出 便是来到了楚风眠的面前 而楚风眠在短暂的思考之后 也是想明白了 如何为这清帝塑造肉身 塑造的肉身强弱 也是关系这清帝的力量强弱 楚风眠需要这清帝来接替楚风眠 管理好这晶体五道纪元的一切 力量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楚风眠 无法是真正恢复这清帝本来的力量 但是也要最大限度的凝聚出一道 适合清帝的肉身 清帝本体乃是树妖 曾经的一株神术 那么最适合这清帝的 自然也是同为神术的力量 楚风眠心神一动 一段剑木神术的树枝 便是在剑木神术之上折断 既然是神术 那么为这清帝塑造肉身 最适合的材料 自然是剑木神术 这一段剑木神术的树枝 落在楚风眠的手中 随着楚风眠手心力量的控制 却是缓缓凝聚 隐隐约约之间 便是化为了一个人形 当然只是单纯 剑木神术的树枝 还是不够的 楚风眠 既然是要为这清帝塑造肉身 自然是要塑造出最完美的肉身 楚风眠心神一动 那些被楚风眠 镇压的火神殿武者 两位帝君 以及九五岛的两位帝君 四位帝君 就这样出现在了楚风眠的面前 这四位帝君 都是被楚风眠 以八荒神塔所镇压 本来楚风眠也是准备将他们收为己用的 不过他们的身份特殊 再加上楚风眠现在有着夺命导的投靠 倒是不需要他们了 这些人试图截杀楚风眠 夺取祖神经 罪无可赦 让他们活了这么久 也是楚风眠的仁慈了 现在就让这些人 来作为清帝凝聚肉身的祭品吧 楚风眠要为这清帝凝聚肉身 自然是不只是要保留他的力量 更是让他塑造出人身来 人身的力量 显然是要更加适合晶体舞蹈 楚风眠以剑木神术的树枝 化为力量之源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清帝生前的力量 同时为他塑造出一道人类舞者的身躯来 更是足以让他的实力更进一步 哼 随着楚风眠大手一挥 九五岛的两位帝君 火神殿的两位帝君 无数舞者身躯都是凌空破碎开来 化为了一团团的血舞 庞大的血气 顿时钻入到了 那剑木神术树枝凝聚出的人形之中去 随着血气的涌入 这剑木神术树枝的样子 也越发地接近一个正常的人类模样 现在看起来 这剑木神术树枝 已经是没有了任何木质的痕迹了 更像是真正的人类一般 摸起来 也是跟人类舞者的皮肤 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就是楚风眠为青帝 塑造出的新的身躯 去吧 楚风眠看向青帝 点了点头 青帝看着这新塑造出的身躯 脸上都已经是露出了几分迫不及待了 看到楚风眠点头 当即他的身躯 便是跟着新的身躯 融为一体 现在的青帝本质上 只是一团力量的凝聚 没有实体 而现在他的身躯 便是化为虚幻 跟这一剑木神术塑造出的新的身躯 开始融为一体 这个融合的过程 也是极快 剑木神术本身就是跟青帝自身的力量极其接近 甚至是以剑木神术塑造出的身躯 要比起他本身的身躯 还要更加的完美 几乎是一瞬之间 这两个青帝 便是合二为一 多谢主人再造之恩 那青帝拥有了新的身躯 当即是跪倒在地 向着楚风眠行李道 他的脸上都是流露着无法压抑的喜色 这新的身躯 比起他曾经的身躯 还要更加完美 以剑木神术作为力量之源 再加上人身 虽然现在青帝的力量 比起生前还是有所差距 但是这一道 身躯的潜力 却是更大 凭借这一道身躯 只要是给青帝足够的时间 他也可以恢复 曾经巅峰之时的力量 甚至是可能超越曾经巅峰之时的力量 你现在的力量 恢复了曾经巅峰之时的多少了 楚风眠目光也是观察着青帝 有了这一道身躯 青帝也就不是力量投影了 而是一位真正的武者了 只是他的意识 虽然是来自于曾经的青帝 可是他被楚风眠 从时间长河之中召唤出来的一刻 也是发生了一些不同 不过这种变化 若非是极其熟悉青帝的人 不然绝对感觉不出来 现在有晶体武道纪元的武者看到青帝 只怕是认为 真正的青帝是死而复生了 甚至是没有真正陨落 都有可能 我的力量 应该恢复了巅峰之时的三成左右 听着楚风眠的询问 青帝恭敬地回答道 只有三成 听到这个回答 楚风眠也是有些意外 眼前这青帝 随着跟楚风眠塑造出的身躯融为一体 楚风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这青帝的实路 已经是不亚于一位真正的武祖强者了 甚至是楚风眠出手 在不动用主宰之兵的情况下 想要击败这青帝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绝对是货真价实的武祖实力 按照楚风眠的猜测 这青帝 应该也是有着巅峰之时的五成实力左右 没有想到 竟然仅仅只有三成 看来青帝曾经的实力 还要比起楚风眠猜测的 还要更强 不过这样一道身躯 也是楚风眠可以塑造的极限了 这件牧神术 可是楚风眠的化身 一旦是失去太多的树枝 更是可能会影响 楚风眠自身的力量 得不偿失 幸好现在的青帝 已经是跟正常的武者无异了 可以自己修行 凭借他曾经的修行经验 他的实力 也可以逐渐恢复 他会变成的 他几乎到最后的身体 他会变成的 也会变成的